曹瑜 我們不是喝酒嗎? 當然啦 今天有酒喝 而且你有口福 因為今天這間餐廳叫做一食就醉 是不是聽到名字也有點醉醉呢? 這樣啊 快點進去看好嗎? 好啊 走吧 一吃就醉一定要飲飽食醉 而且我們要喝得高檔 吃得高尚 所以我今天就點了這個四川麻辣火鍋湯底 它一上台整間餐廳都充滿著這個很香 很正宗的麻辣味道 而且看賣相都相當吸引 蚝蚵很乾淨 裡面有一些很正宗的四川香料 包括八角、花椒等等 而且在上面還配襯著一些豬皮 吸收麻辣汁 看到都令到你食指大動 黑帕葉 好新鮮 沒錯 第二個就是牛骨水 還有鵝腸 沙狐盆 還有手打的蟹籽烤環 還有手打的芝士蜜魚丸 像雞蛋那麼大隻的雞子 雜菇拼盆 特級安格斯牛頸隻 還有這個 哇 比手板長的花膠 好大的 哇 哇 你看看 這個牛頸隻 真的不惹 因為它很罕有 對嗎 因為一隻這麼大的牛 就是有少少頸隻的地方 好像人一樣 沒錯 立刻試試它 哇 很過癮 牛頸隻真的很滑 而且它的牛肉味很濃郁 很濃郁 而且它吸了麻辣汁之後 是令到口感有一種很過癮 很開心 很興奮的感覺 很棒 那我也要快點試試 我這個是牛 但是就快點 我這個是牛骨水 快點試試 其實這個牛骨水 看上去都是很乾淨很新鮮的 這個真的很滑 真的很滑 入口自然滑在喉嚨裡 經常不太死 這樣咬 這個辣 你覺得辣不辣 其實我覺得可以接受到 因為它這個好像有三個辣度可以選擇 沒錯 不吃辣的朋友都不要緊 有辣有不辣 任君選擇 然後吃另外我們的蝦滑 這個蝦滑的鮮味很濃郁 而且裡面真的有蟹子在裡面 咬下去有蟹子爽口的感覺 還有蝦淡淡的感覺 所以這個口感很豐富 很棒 不如這樣吧 我們吃完這個再喝多一口這個吧 對呀 這個一定要介紹 這個就是陳皮金吉特飲 嗯 入口有一點鹹味在這裡 入口之後 有一種很甜的金吉味出來 不錯 因為它是用了很上等的陳棉 陳皮在裡面 還有這個金吉 所以是很潤口 咦?你看看這裡有什麼 嘩!這個湯底的顏色 好像奶白色一樣 好棒 其實這個叫做蝦冰蟹醬果 這麼有趣 蝦冰蟹醬 是不是有很多海鮮在裡面 是啊 這個湯底你不要用什麼 我看到有很新鮮的豬骨在裡面 還有粟米 這個湯底應該是熬製了很長時間 沒錯 還有一個你猜不到的東西 就是用紹興爪 好 試一口湯 嘩! 好鮮味 沒錯 它的豬骨的鮮味是很濃郁的 裡面還有這個蘿蔔 還有這個粟米的甜味 還有這個黑椒在裡面 嘩!很暖胃 喝完之後 嘩!很香的酒味 對呀! 它裡面有一個紹興酒 雖然它的酒精已經揮發了 但是它流了的香味在這裡 真的很好喝 這個紫甲林香 沒錯 究竟這個蝦冰蟹醬裡面有什麼困困呢? 看看吧 其實這個是用五款的時令外鮮 稱成的 這裡有蝦 有鮑魚 有白蜆 有你最喜歡吃的聖子 還有一個很大隻的蟹 哇!很棒啊! 這個蝦子是蝦子王 立刻要試一下它 哇!你看看這個蝦子肉 多大塊 立刻試一下 一定很滿足 這個蝦子王真是淡淡肉 而且它很爽口 很鮮甜 它吸了這個豬骨湯底之後 是令它鮮上加鮮 很棒啊! 喜歡吃海鮮的朋友 直接點這個蝦就行了 不用想其他 只是點這個海鮮鍋 超級好吃 你們一定很喜歡 Nina-san! Kombawa! Wat esi Aifi desu Wat esi Lani desu Wat esi Lani desu 為什麼我們轉了頻道呢? 是啊! 因為我們現在要介紹這個 是日本文化很經典的東西 它就是Sekera 文化就是青酒 這個就是青酒波波蜆 哇!很多食物 沒錯!除了青酒波波蜆之外 還有這個 紹興酒 惠魚甲 以及這個 一食就醉 黃金蝦 我知道!還有三款美食 嗯!第一個呢 就是千島安格斯牛柳粒 沒錯!還有這個 哇沙比的手撕雞 還有一個 剛才延伸出來的 就是 麻辣波波蜆 沒錯! 哇!真的有口福了! 因為全部都是一食就醉的 經典的美味街牛 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快點嘗嘗吧 好啊! 那我們先嘗嘗這個 青酒波波蜆 好棒啊!看上去都已經 嘩!好鮮甜啊! 這個真的要多吃一點 好!馬上嘗嘗蜆 先嘗嘗蜆 嘩!你不夾給我的 因為我急急來很想吃這個 的美食 嗯! 這個真的好吃 這個蜆肉其實很飽滿 一咬下去 它是把那些很鮮甜的醬出來 還有啊! 它是連一顆沙都沒有的 所以很乾淨 好香啊!真的 那我們吃完這個 Sakir的波波蜆之後 不如馬上嘗嘗這個 麻辣波波蜆 這次我幫你夾 好啊! 謝謝! 看看多好! 我夾了很大顆給你 多謝! 兩個不同的味道 真的 是呀! 另有一番滋味 然後我們試這個 同樣是來自日本的 芥末做的東西 對啊! 芥末的手絲雞 等等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鹹困 手絲雞有什麼鹹困 真的要請教一下 這個手絲雞 它是用了很長時間去做的 做相比這個 一定需要半小時以上的時間 然後還要用人手手絲出來 沒錯! 要整隻雞用人手親手 一條一條一條絲出來 是很花功夫的 所以多謝廚師這麼有心話 我先吃了! 對不起!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 它鋪滿了這個芝麻 還有這個青瓜 真的令到你很爽 是不是? 很新鮮 是! 你看看我好吃到 頭都差不暈了 好! 那麼好吃不要讓你停了 然後我要介紹這一款 就是少興酒匯乳鴿 這個乳鴿 就是精挑細選農場的新鮮乳鴿 它是用了少興酒去醃製 然後再慢慢匯出來 我們先看看這個乳鴿 你看看它的白色 我們先試試看 哎呀! 看你用手我也用手了 嘩! 這個肉汁真的很嫩 而且很juicy 然後裡面的少興酒 是有一種香味在裡面的 這個酒和魚鴿 肉夾在一起 是perfect match的 嘩! 這個好像金黃色 是甚麼來的? 它就是 一吃就醉黃金蝦 嘩! 它不惹小 它是用鹹蛋和蝦 一起用炸的蝦汁 金黃色 嗯! 很香的鹹蛋味 不要引我啦 你! 我現在又要吃蝦 好吃 蝦肉很彈牙 而且很新鮮 咬下去 連蝦殼和鹹蛋一起吃 有一種很爽口 很香口的感覺 吃完這個黃金蝦之後 就要試這個牛柳粒 這個牛柳粒 它叫做千島安格斯牛柳粒 給你先 好啊 用這個千島醬 配襯著安格斯牛柳 是老闆的特級推介 因為它覺得這樣的match 雖然很新鮮 但是很棒 不要說那麼多 再吃了先 超級好吃 我想我吃的這個不是牛柳粒 是香菇 但是這個香菇和千島醬 混合在一起 都特別好吃 因為香菇很爽口 千島醬很吊起鮮鮮的味道 這個牛肉真的很香 牛味 嗯 吃上千島醬汁 混合這麼小 我不需要怎樣形容 但是呢 我是第一次吃到這種口感 真的 很特別了吧 嗯很特別 好 我覺得呢 今天呢 我們好有口福 因為可以在一食就醉這裡 享受著這麼多的美食 雖然我們沒有喝美酒 但是都有美酒 拌在菜裡面 醉翁之葉不在酒 只在乎美食 Cheers Cheers 嗯 這個很好吃啊 沒錯啊 在一食就醉呢 我們又可以吃到精美的菜式 還有打火鍋 還有很多不同特色的私房菜 最重要就是有酒的食物 沒錯啦 醉翁之意 不在酒 只在乎美食 沒錯啦 一食就醉的地址是 千山咀金巴黎道77號 東南大廈一樓 這裡的訂座電話是 27391636 你也可以WhatsApp來訂座的 98792118 這裡有獨立的VIP房 歡迎大家訂座 如果你乘坐港鐵的話 可以去到佐敦站 D出口 如果你乘坐巴士的話 可以乘坐 2號 6號 8號 212號 271號 或者270A號 如果你乘坐小巴的話 可以乘坐 6號 6號A 或者8號 都可以來到的